首先你要想一下如何消化责业数据,责业数据是不是叫做不错 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 如果全球经济比例上是比就业状况,说美国的实际经济状况 的确是强的,你可以用不错你的形容 但问题是市场是不是没想过这一样东西 所以我们当Aparlock股市上面对于炒股的投资者来说 这个数据不是什么特别鼓舞或者令你炒上去的一个数据 但如果你从经济分析师上面,或者在联储局的角度上看,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数据 但就会导致到,好像你这样说 会继续加息 甚至说现在五月头,现在大家在估计在五月的议息会议上面 会不会一口气加50个点子 可能性不低的,现在讲机会率 这个机会率是怎么来的呢,就是看期率期货市场在显示有多少人在投资 就是估计5月份会加50个点子 其实讲有60-70%左右 其实如果这个飞龙数据出来之后 如果你看到利率期货很轻微的变化 真的讲很短线的 其实是跌下去的 那个加息的点子,因为这个数据真的不是什么特别乐观的状况 首先理解一下失业率 其实美股已经处于一个叫做全民就业,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讲着有很多人 即是美国人上面 在疫情之后可能不用上班 可能甚至是全职炒股 等等这些状况是出了来的 所以导致到失业率本身处于低企 企业的新增职位少了,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 纯粹用多些的人工去请 直接不开一个新职位 因为反正都请不到人 所以其实如果你看到新增职位上面 整体增幅少于预期 发现什么 其实经济动力是在失去的 甚至很多分析讲 美国今年第1季第2季的GDP 可能会跌到1-2%左右 经济放缓是大趋 所以就出现了近期一个叫做债息倒挂的状况 所以你说 暂时来说 其实你整个2022年 你都预料了联储局有个 叫做10年来史无前例 看起来啦